嘉义县大林的陈信家族 每年供应两百万只除额给养额业者 全台市占率大约三成 是国内最大的总额额厂 但是在这波禽流感当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嘉义县政府通报的八家禽流感情厂 里头有五家是陈信业者所有 而其中一家更受到国内首建的H5N8病毒 而对于业者来说 这一波的疫情只能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在嘉义大林有个经营了两代的额王家族 每年供应两百万只除额 全台市占率约三成 占嘉义全线供应量的95% 是国内总额最大的供应商 可是这次嘉义县爆发H5N8禽流感疫情的禽场 就是陈信业者的总额厂 根据倩服统计 目前嘉义县爆发禽流感的死额总数 高达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三只 被波及的禽场有八家 五家是陈信业者所有 其中一家还是国内首建的H5N8 也因为如此 陈信业者的总额已经被扑杀了一千五百多只 另外为了防治疫情扩大 截至目前为止 全台已经扑杀一万两千五百多只额压 嘉义加速疾病防治所所长翁有助特别强调 扑杀工作的标准作业模式 全台都一样 必须符合人道方式 水化绿泉是一种中枢神经阻断剂 只要剂量超过百分之一 就能让儿子在三十分钟之内昏迷 是目前扑杀时间最短 痛苦也最轻的方式 不过扑杀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提早预防掌握疫情 找出原因迅速进行消毒 多管齐下才可能有效控制禽流感疫情 记者李慧宜 陈显坤综合报道